那么到底该怎么样理解这种新的格局 因为今天我们处于一个 这一轮全周期的危机的新的阶段 过去几年很多的朋友就问我 那么这一次我们经历的全球挑战 跟历史上哪一个时期的经历非常类似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这一次从1980年一直到现在经历的 跟地球上的这些主要的国家 从1780年工业革命 一直到二战1945年结束的 160几年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像的 下面这张图要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 1780年前面我已经说到了 工业革命现在英国发生 然后紧接着下来 在19世纪初期的第一轮全球化也发生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在整个19世纪 一直到20世纪初一方面是新的技术 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 同时第一轮全球化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走向一个全新的高潮 所以那一次新技术加全球化 到20世纪初把各个主要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推向了历史新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为1929年股灾危机和跌得下来两年的金融危机 提供了一个爆发的基础条件 所以这就是在我看来的话 1929到1932年的金融危机 是我讲的人类技术变革全球化 可以产生的全周期的第二个阶段 然后到了1930年代 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带来的一些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民渊 最后要以某一种方式要把这些怨恨要爆发出来发泄掉 那个发泄的方式上一轮是通过30年代的各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暴涨 像德国选了希特勒来做首相 然后在欧洲其他的国家和美国也选择了当时的政治强人 来做他们的总统做他们的首相 同时各个国家的这些政治家把他们本社会的老百姓的怨恨 转嫁到外国人身上 所以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反贸易 各个国家都推出很多的关税 禁止很多的外国产品进入本国 然后把到他本国工作生活的很多的外国人 通过这些反移民的政策要赶出去 最后的话就为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奠定了这些基础 最后的话就通过1937到1945年的二战 把之前因为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制造的那些怨恨通过战争来发泄出去了 那么这一轮呢 我们经历的是大家可能还记得 1980年的时候个人电脑出现了 也就是电脑革命的最开始的起点 同时呢通过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稍微晚一点 1980年美国的林根总统推出的私有化 然后呢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也是推动这个对英国仅有的一些国有企业 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新的一轮全球化和新的一轮这个技术革命 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08年之前呢 通过这个电脑革命带来的互联网革命啊 然后全球化从亚洲扩散到欧洲 非洲南美洲各个国家 但是呢到了08年的时候 这些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又达到了一个新高 民渊也达到了一个新高 所以08年金融危机作为一个爆发点呢 在美国又出现了这个占领华尔街 然后欧洲的话也有类似的反全球化 反商业反金融的这样的一场动荡期 然后呢10年以后11年以后呢 首先是在欧洲和美国 然后又扩散到其他的国家民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了就重新抬头了 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才有特朗普要把那么多的外国人 从美国赶出去把中国进口的商品啊 尽量给他排斥在外面 推出了这些关税啊 还其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次整个全周期里面 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来结束了这个上一轮的 那个全周期的人类经历的这些变革 这次是不是也会有第四个阶段 就是新的冷战加上新的热战来了结呢 这一次俄罗斯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战争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 这一次地缘政治也一热战的形势啊 也爆发出来了 因为实际上我前几年我就谈到了 比如说俄罗斯是由普京这个政治强人来做总统 印度是莫迪这个政治强人来做这个印度的首相 日本呢前几年是由安倍这个政治强人来做这个日本的首相 美国的话这个有一个疯子总统特朗普是吧 然后这个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 包括特别像英国脱欧的这个这种选举的结果 这些主要的国家都是一些政治强人 都是一些强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人来做领导 来控制他们的资源控制他们的军队 还有其他的那些政策等等 你说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最后以什么方式来结束呢 到最后的话这个世界啊 要以太平的方式结束也会很难的 因为国内的政治需要都把民族主义的情绪情节 都给了挑动起来了 最后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啊 那个肯定会是人类的万幸 但是很遗憾我们今天见证的 一个是新一轮那个冷战 另一个是新一轮的那个热战呢 也开始出现了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我是还没办法完全靠得住的那个预测 但是呢我至少可以给大家去讲 我们这一次经历的这些挑战和面对的那些风险啊 一个是跟历史上什么时期可以做一个对比 另一个呢我们大概是处于什么阶段 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认清楚 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啊 很多朋友会问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一次这个人类的这个技术大发明 技术创新都带来了这个更高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 所以我这张图呢要给大家讲这样的意思 根据很多的考古学者的研究 就看看人类自从一万多年前开始 一直到定居龙根社会的后期 当人们的那个生产方式 从原来狩猎采集 先进入这个半定居龙根 后来进入了完全的定居龙根 到最后的发达的定居龙根 一次一次的技术变革 是不是让人类社会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是降低了 还是每次都让人类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让民渊都上升了呢 实际的结果很遗憾的是 在人类过去一万多年的历史上 每次大的技术变革都让不平等上升 而不是让不平等下降 原因其实蛮简单 因为每一次技术变革 都让那些有特殊才华的人 他的赚钱 致富的潜力都又以新的方式发挥出来了 因为很遗憾的就是上帝创造的人 每一百个人里面 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平庸的 而这些平庸的人 对于新的技术 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兴趣的 更不用说这些平庸的人 是不是会有能力 去利用这些新技术 所带来的发财致富的潜力 不会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你越是有新的技术 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技术 就越让那些有特殊才华的 极少数人 给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的数量级 提升了很多 你看这个全球化 在过去四十几年 给那么多的人提供了那么好的发财支付的机会 包括给很多的美国人 但是你放心 在北卡 南卡 在那个德克萨斯州 在卢伊西亚纳州的很多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得于这个离开自己的 这么广阔的农场 到中国去做生意 到印度去做生意 打死他们也不会的 所以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即使是像全球化这样的 不是完全是靠新技术 完全是靠打开全新的市场 但是你要愿意去坐飞机 愿意到印度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到中国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你也愿意去 然后你才可以掌握好 全球化给你带来的发财支付的机会 但是很遗憾 绝大多数的平庸的美国人 是没有兴趣这样做的 所以到最后的话 把那个全球化带来的新的 发财支付的机会 只会留给那些高盛的精英 摩根斯坦利的精英 谷歌的精英 Walmart的精英 所以这就为什么很遗憾 这些每一轮的新技术和全球化 市场范围的扩大 都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增加 而不是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那么接着下来的问题就是 既然每次技术变革 都使得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上升那么多 社会都不平等增加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自然的让那个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让它降下来呢 根据很多的历史学者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人类历史上最靠得住的降低收入差距 降低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办法呢 都是血淋淋的 这大致上的话有四种 一种是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种呢就是大规模的暴力 不一定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第三种就是改朝换代 这个是跟那个前面讲的战争和 大规模暴力实际上是很一致的 第四种大规模的瘟疫 原来在历史上呢 这个每次大规模的瘟疫 让很多人死掉以后啊 资产的价格都会下降的 然后普通人的那个工资收入会上升很多 因为道理蛮简单 原来的话有那么多的人 你像那个欧洲14世纪黑死病 然后欧洲的人很多地方都死掉了一半 那么剩下的每一双那个劳动的首都变得 非常的珍贵的 价值就非常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老百姓的那个收入啊 在大瘟疫之后一般的都会上升的 然后富人要付出更多的工资 才能够顾到别的人帮他来工作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就为什么 以前的话大瘟疫都是 降低财富差距 降低这个收入差距的这个大的事件 但是当然这一次的话 因为新冠病毒之后 各个国家印钞票发这个福利啊 所以这一次实际上 新冠病毒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起到这个降低财富差距 降低收入差距的这样的这个效果 所以总的来讲呢 这就为什么前面我们说到 也许从1780年工业革命 和第一轮全球化开始以后 一直到后来通过二战 才把之前产生的这个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带来的民运啊 给它消化掉 但是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过去几年 各个国家利用三驾马车 做的这些事 不仅仅没有把那个社会民运 给它消化掉 反而还继续火上加油 再往上升 到最后的话 这个使得接了下来 未来的那个风险挑战 不确定性 这到底是好事情呢 还是不好的事情呢 所以我只提出来这个问题 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回答 因为我也在继续观望 观看这个未来的历史 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 但是呢 我们个人该怎么办 首先呢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真因为 基本的体制和观念 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于美国人来说 对于欧洲人来说 非洲人来说 中东人来说 都很难改变 所以这些中国跟西方 还有西方有跟其他的文明 这些挑战磨合 不会是一两年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个会持续很多年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过去四十年 大家走到一起 直谈一起做生意 一起来多赚钱 但是那是黄金时期 今天呢 各个国家的人 走到一起的时候 特别是欧洲人 美国人 走到一起的时候 先要了解一下 你的观点是什么 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 跟我说 这个以前的话 欧洲的这个买主呢 从他们的企业订货很多 给他们很多的订单 他们的德国客户啊 意大利客户啊 还有其他的欧洲客户 就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站在 俄罗斯那一边 还是站在乌克兰那一边 所以他们进一步了解到 哇原来中国 不是在乌克兰那一边 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再 从中国来订货了 所以今天的世界 不再是直谈一起赚钱 不谈价值观 不谈你的国家的政策 到底在哪里 而是先要问清楚 你的想法观念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大家该怎么办 首先我想谈一下 从个人层面呢 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到 孔子说的 不患贫而患不安 这个是 就是说解决安全挑战 风险挑战了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 这个是第一要义 所以我们首先呢 要回到降风险 管理风险 保住自己的财富 这个是第一最最重要的 所以我这里会强调呢 在个人层面 家庭层面 分散投资啊 是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具体含义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比如说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从2007年到2010年 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期间 美国不同的家庭 他们的财富变化 又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啊 07年年末到2010年 年末金融危机那三年里面 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 总体上呢 财富平均缩水40% 最负的10%的美国家庭呢 平均财富增值2% 就基本上没有变化 当然那三年金融危机冲击之下 财富不缩水 这就是胜利了 当然我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 他们的财富会缩水那么多 最关键最关键的因素 他们的财富都集中在自己的房子上面 没有分散投资到那么多的 不同的对冲基金 PE基金 股票基金 债券基金 还有这个其他的信托产品等等 这个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让这些美国的中等收入家庭 在金融危机期间财富缩水 平均达到了40% 那些高收入的富有的家庭呢 财富不仅仅没有缩水 反而还上升了一些 当然我想借助下面两个图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大致上中国家庭跟美国家庭 这个财富布局上面 投资安排上面到底有哪些不同 这两张图反映的是六七年以前的情况 那么对于普通的美国家庭来说 他们的那个家庭财富的投资结构啊 就不管是什么收入水平的 平均来讲 大概房地产占24% 股票占11% 债券呢占6% 一般的基金呢占6% 然后呢保险呢占24% 就是保险方面的投资安排 跟那个房地产上的那个投资安排 基本上占的比重是一样的 各占24% 那么中国家庭又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家庭平均来讲呢 房地产占59% 现金和存在银行的那个各种存款 加在一起占了25% 两项加在一起的是84% 所以不奇怪 在保险方面 美国家庭保险方面的投入呢 是占家庭财富的24% 而中国家庭平均来讲只有4% 只是一个零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中国家庭的应对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这个能力 跟美国家庭应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能力 是千差万别 所以大家根据这个 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判断 中国家庭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安排 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那么从企业的层面来讲 也是在基本的策略上战略上面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当然首先呢我要强调 即使是今天的世界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那么多 但是我还是相信呢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个创新创业是自己增长财富的最主要的手段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能力去承担一些风险 对未来的判断 对一些行业的这个预判 你很有信心 你觉得你的能力在这些方面非常强的 你比别人做的对未来的判断可以更准确的话 那么呢对于你来说这个创新创业还是继续可以做的 但是即使是你去做创新做创业 或者是你已经创业有一定的规模已经比较成功了 那么呢我会给你建议的在未来充满那么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多的风险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呢 聚焦主业应该是首选 你不要像原来的乐视那样子 就是什么都去做 原来在中国的话要找到资本是很容易的 因为原来的话到处都是钱到处都是资本 没有项目 所以大家都把钱要投要找后门 要投投条投到滴滴投到蚂蚁金服等等 到最后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拿到这些钱以后 就什么都相关的和不相关的都去做 当然原来野芒增长时期 什么都去做也许可以理解 但是在今天呢资本的成本变得非常的高 在中国今天要找这个便宜的资本已经变得非常难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聚焦是第一原则 只有聚焦你才可以让你的公司啊 在你的主业方面你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而且任何人要进入你的主业的领域里面 你可以很容易就把他们给挤出去的 通过因为你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主业以后 你就可以更把你的子弹和这个武器啊 集中在保住和重点发展你自己的主业上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对企业来说从原来值关注增长到现在呢 应该更重要的 甚至于首先重要的就是关注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就说到 原来的我要是跟大家去讲控制风险 管理风险 几年以前在中国没有人会听的 但是呢很遗憾 今天呢风险是现实就是直接的摆在我们面前的 第四个方面呢 我想也建议大家的就继续高度关注 那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些国家的政策变化 因为即使你的公司啊 在国外没有业务 但是呢这些国家的政策变化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脱钩 都会对你有影响的 甚至于你要是想到美国去上市的话 这些脱钩的政策变化 地缘政治的走向呢 都对你的公司在哪里能够去上市啊 都会产生影响的 当然在业务方面 也许了大家不一定只关注这个欧美市场 也应该多关注这个亚洲的 其他的一些新型市场 包括现在越南 包括印度 包括印尼 包括柬埔寨 包括马来西亚 都值得去关注的 所以在看到这些不确定性前景 风险前景的时候 越是能够提前布局 你就越能够掌握这个主动权 那么最后我想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对政府来说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该怎么办 首先呢 我觉得对内来讲呢 调及消费分配结构 才应该是国家要关注的重点 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动不动的就把注意力 放到财富分配结构 和收入分配结构上面 因为现代的那些社会 基本上是解决了温饱的挑战的问题 风险挑战才是当下的最主要的新的矛盾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战俘的那个定位 与其是放在所谓的二次分配上面 还不如就放在通过征税 来精准的在一些福利支持方面呢 做更多的工作 因为很多的福利支持 包括敌保啊 还有这个医疗保障呢 甚至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 这个退休保障呢 这些是直接涉及到 普通的人的 那个基本的消费的问题 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消费 让每一个人 就是能够活下去 至少能够过上 一些基本的体面的生活 这应该才是 政府应该关注的这个重点 而不是这个 是不是有的人太富有了 另外一些人太穷了 你看马云 马化屯 他们分别都有这个 几千亿人民币的个人的财富 但是真的这些 对于马化屯 马云 个人每天的生活 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没有的 但是是不是说 就因为这个要把他们的财富 都通过这个征税 通过其他的口号 把他们给转移走 那倒不应该 因为这些人 他们通过创业 给中国社会提供的就业 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那么大 而对外的 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 现在越来越多 因为我这里想简单的 说一下 你看如果我们从 四百年以前 算到最近 把各个国家的人口规模 跟他们的GDP的规模 相关性有多大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么大致上我们会看到 一直到1800年 工业革命之前 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 GDP规模 跟它的人口规模 还有97% 98%的相关度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 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之前 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 跟人口规模的相关系组 一直是在下降 对于那些人口大国 不再是必然的经济大国 随着那些全球化 新一轮电脑技术的发展 从70年代末期开始 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 的相关系组 又重新回升 从70年代初期的 35%左右的水平 发展到现在又开始 往65% 70% 很高的相关系组 这个方向发展 过去几十年 我们看到的 像中国印度的 这样的人口大国 重新又成为经济大国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之所以想跟大家 简单地分享这个问题 找到这个答案了 就是因为理解 过去四十几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对于我们 决定那个对外政策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之所以过去四十几年 人口大国重新又变成为 经济大国 主要是跟两个大的因素 有关系的 一个是全球的贸易秩序 过去四十几年 全球的贸易秩序 世界秩序 在二战以后 变成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特别是一战之前的世界秩序 是基于炮舰的世界秩序 最简单的一个理解 这个话的方式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看 今天的中国的大的跨国公司 你像阿里 十八世纪后期 十九世纪初期 它这个公司的海军和陆军 比英国的皇家海军和英国的皇家陆军的人数 都还要更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原来基于这个炮舰的世界秩序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 变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世界制造业大国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只有这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让邓小平在七八年决定改革开放了 一夜之间就让中国利用自己的人口优势了 去变成世界的制造业大国 让中国变成世界的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家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是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 方方面面的制造技术 就那么成熟 让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夜之间 就可以变成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家 所以当然我这里顺便提一下 很多的朋友说过去四十几年 中国之所以经济发展这么快 经济规模变化这么大 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便宜的劳动力 但实际上很多人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意识到 在两百年以前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这个百分之四十 1913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还占世界的人口差不多三分之一 就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今天中国的世界人口 只有世界的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为什么两百年以前的中国 一百年以前的中国 并没有成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 原因就是跟我刚才说到的 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贸易秩序和新一路 工业革命的 基础的这个变革带来的机会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的要尽最大的努力 要去维护好这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只有这样的话 中国这样的出口大国 进口大国 才能够有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 让我们继续把经济发展好 让我们各位创业者 企业家呀 把你的企业最大的发展潜力的 可以真正的做出来 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尤其要避免的是 让世界变成两大阵营 特别是两大贸易圈 这个重新出现 稍微了解一点 那个历史的人都知道的 原来在二十世纪的冷战时期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 跟那个华沙条约国家之间 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 如果说我们不想办法 尽最大的努力 把这一次正在形成的两大阵营 尽量给它逆转掉 给它回避掉的话 那么对于将来的中国经济 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 非常不利的 这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应该说是第一要义的 那么我就前面讲到的 帮你总结一下 就是人类历史 虽然是时不时的有来回 不只是往前进 有的时候有一些倒退 但是历史并不是没有规律的 文明最终战胜野蛮的这个规律 我觉得是非常靠得住的 第二就是文明史不仅仅是 物质生产能力提升的历史 也更是风险应对力提升的历史 就是生产力体现的是 人对自然世界的征服能力 驯化的程度 而风险应对力的高低 反映的是人类自己 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建构 人际关系 社会结构的建构的 好不好的一种反应 第三就是商业与金融 把人类非暴力化的水平 推到了全新的高度 使得个人得到解放 第四就是现代国家 发明的三驾马车 就包括福利国家 货币国家 财产国家 提升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 但是也带出了全新的人造风险挑战 最后就是今天和未来 人造风险会继续是 挑战人类的主要的风险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要去进一步思考 今后该怎么样更好地 应对这些人造风险 需要我们多去动脑筋 多要去做创新 这样的话 人类的世界 才可以比今天会更加美好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